原标题 无心回母校受到热烈欢迎 只是衣服穿着打扮惹争议1月9日 无心回母校大连外国语学校录制节目 他打扮简单随意录人镜头下的他 清新可爱 学校瞬间变成了大型追星现场 虽然毕业多年 但不得不说无心动灵有数 无心看上去没有化妆 戴了一个金丝边云化眼镜 虽然毕业多年的无心 今年已经35岁 看上去却跟周围的大学生也没什么差别 尤其皮肤状态相当好 无心曾在节目录制当中 曾经痛哭流涕 因为自己主持事业受到非议 他表示 在快乐大本营当中 自己的表现很差劲害怕被取代 曾经跨年演唱会自己节目 被砍耿耿于怀 不过今天无心的表现 一扫节目中的忧伤情绪 无心看上去心情不错 还比着剪刀手在 给老伟大外前合影 其实无心已经很幸运了 年少成名 只是他老是不够自信 老是和前辈对比 气纳怀孕 请假那段时间 本来是自己一展才华的时候 却拘泥于人事 让李浩飞抢了不少风头 希望他回到节目里 也能如回母校那么自信 无心今天的穿着打扮 总给人怪怪的感觉 他穿着白色毛衣 外搭黄色卫衣 又套了一件厚厚的红色羽绒服 被网友调侃上半身 西红柿炒蛋配色 看着很是暖和小编 想对无心说 如果觉得热 就把红外套脱了